这个男人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美女 因为拥有雌雄同体的能力 每当夜幕降临 她都会换上性感的衣服 变成女人去酒吧狩猎男人 只见她来到目的地后 假装自己是个被丈夫抛弃的人 以此来吸引最久吃汗的主 一旁的男人看着她可怜的样子 赶紧上前安慰 没曾想 男人不仅得到了回应 还获得了进一步交流的机会 就这样 两人直接来到了女人的房间里 女人一进去 就表示自己要先洗澡 而男人也毫不掩饰地脱掉衣裳 此时的她心里乐开了花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只见门外突然冲来一个持枪的男人 她正是女人切换成的男生 看到此景 男人马上明白自己被跳了 索性掏空钱包离开现场 毕竟这种丢人的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可她下楼后 却发现自己的手机忘记拿了 而办完事的约翰 也切换回了女人形态 就在她要离开时 正好碰到回来拿手机的男人 看到约翰后 男人怒火中烧 威胁他把自己的钱还回来 要不然就报警 没想到 约翰并不慌 只见他现出原形 直接给男人来了的摸摸打 男人当场就被打死了 到了第二天 阿强两人来到现场 男人被打中的半边脸 已经被腐蚀干净 现场只留下一个空钱包 经过调查 死者是一名外来商人 死于一种可以消化人体组织的教室 一般只出现在大型蜗牛和阔鱼身上 而他们也根据死者手机 最后活动的信号名 定位到了酒店地址 这里的管理员说 房间登记的人并不是死者 而是名叫约翰的女人 一进房间 老吴就在床底找到了死者的手机 可奇怪的是 这里并没有打斗痕迹 如果约翰要杀男人 干嘛要选择在外面动手 为了查出真相 阿强决定找到约翰问得明白 然而 等他们收集现场的两枚指纹 回去比对时 除了死者男性的指纹外 另一个竟然是个名叫约翰的男人 他有过诈骗前科 而老吴也调出了最近发生的诈骗案 几乎都是外地商人被骗 阿强猜测 约翰可能和那个叫约翰的女人是同 为了防止两人再次作案 赶紧让老吴下达了通缉令 而阿强想起奇怪的俯视伤 他也认为 这就是伟森怪物搞的鬼 我不欺然 来到房车翻开格林图测 里面正好有一种怪物 可以造成这种伤势 根据书中记载 一种名叫扁虫怪的伟森怪物 表皮会分泌出吞噬人体组织的教组 他们行动时喜欢成对出现 可奇怪的是 从未有人捕获过女性扁虫怪 这不仅让阿强好奇起来 这时 老吴打电话来说 约翰的信用卡刚刚有一笔酒店刷卡 两人听完立马展开行动 为了对抗扁虫怪 他们来到香料店找阿郎帮忙 让他扮演富商去酒吧钓鱼执法 很快 阿郎来到酒吧 就被约翰盯上了 上一秒还面露笑容的他 下一秒就进入了被丈夫抛弃的惨状 阿郎顺泼下驴接下话茬 跟着他来到了开好的酒店 进去时 看到阿强等人已经在门外就位 阿郎二话不说就跟上了楼 约翰还是一样的逃务 先进去厕所拖延时间 而楼下的阿强等人 也守着门口期待约翰的同伙到来 接着将他们一网打尽 可阿强万万没想到 死约翰就是比约翰 此时的他已经切换成了男人 破门而入威胁阿郎要钱 见状 阿郎一边向楼下打信号 一边拖延约翰的时间 很快 收到信号的阿强几人赶来 可还是被他跳窗逃走了 等阿强追上时 只看到约翰的衣服 和口袋里的衣服耳垂 接着他回到酒店 这里也没发现女人踪影 而阿强拿出约翰口袋里的耳环后 阿郎一眼就认出 这是刚当那个名叫约翰的女人带过的 这时 阿强突然意识到 可能扁虫怪是雌雄同体 他想起古书里 记载他们都是成对触动 但从未抓获过女生扁虫 可能是猎杀他们时 都是以男生现行 这就能解释今晚的奇怪遭遇了 而约翰这边 因为行动接连出事 引得男生约翰很不满 一边怒骂着女生太笨 一边收拾行李计划着下一次行动 然而 他们并不知道 阿强一伙早已摸透了他们的套路 经过几人商量 为了防止雌雄同体的约翰 转变形态逃步抓捕 罗沙利专门调制了一种男性荷尔蒙药剂 只要打中扁虫怪 就能抑制他的转变能力 就这样 几人把药剂涂在箭头的时候 阿维也收到了约翰的最新动向 几人立马展开行动 在一处酒吧门口 约翰正带着一名富商离开 就被老吴半路截胡 意识到情况不妙 约翰赶紧开溜 可刚走到半路 跟踪在他身后的阿强 却丢出耳坠 约翰下意识想解 但看到阿强后 又收回了想法 正当他要离开时 阿强直接倒出了他的名字 一旁的阿伟更是说出了他是只扁虫怪 眼看逃不掉 约翰决定显出圆形硬钢 却不料 阿强果断射出沾满意志剂的箭矢 约翰当场倒地 没多久就变成了男生 就这样 他被带回了警局 可约翰依旧死不悔改 甚至想把诈骗罪推偷到女生约翰上 然而他不管怎么转弯 都无法变成女人 最终 他以诈骗罪被捕入 伴随他的只有女装和铁窗类